去年就有發表說這一件事 那就有很多人開始投徵求的一些 徵獎的部分 那有目前統計多少人? 投稿的人大概是兩萬多人 我們要選多少人? 可能十九二十個 那會由新爺他自己來徵選嗎? 就是免試鏡各位嗎? 到最後選上的肯定 中間有過程是他肯定要去 建來去選 選了台灣的原因是有特別的原因嗎? 最主要是我們在收郵件的時候 我們發現有很多台灣的女生 但有一些可能已經是藝人了 可不可以先透露有什麼藝人? 這個是可以講的嗎? 比如說那個C10 他也在後門 這個徵選會不會擴及到日韓? 其實我們這次台灣選手 也歡迎別的國家的人來報名 好奇新爺這個計畫 是已經計畫很久了? 是去年才公布還是 其實他也是去年 突然有這個想法? 他說其實他從蕭林族籌的時候 二十多年前 就拍蕭林族的時候 他說他已經有這個想法 蕭林族的想法 我們就可以去做這個電影 新爺現在他作品都拉很久才會有一部 但是他有跟你表明說 拍完這一部 他就覺得說 我就覺得我的心願已了這樣子嗎? 也沒有 他還是一直在創作 就出了呂竹這個 然後還有很多的故事 其實都在同時間在開發 只是說呂竹那個 可能是放在近年 他對於當年人的想法 近年就是真的是比較淡一點嗎? 對,他都不太艷 對,他還是喜歡當導演 喜歡做創作 他有說原因嗎? 為什麼不想當導演? 有機會我問他 好 我不好對他他回答 這算是新爺監製嗎? 還是他是導演? 還是他說他自己會下去演這樣? 他導演 去年就有發表說這一件事 那就有很多人開始投真真球的一些 真獎的一份 那有目前投稽多少人? 投稿的人大概是兩萬多人吧 哦! 我們要選多少人? 可能 十九二十五 那有希望是純素人 還是有過表演經驗的? 其實都可以 那會由新爺他自己來征選嗎? 就是面試鏡各位嗎? 到最後選上的肯定 中間有過程是他肯定要去 見來去選 就會他會參與試鏡過程? 對,但只是說試鏡過程會不會公開給大家看 就不一定 哦! 選到台灣的原因是有特別的原因嗎? 最主要是我們在收郵件的時候 我們發現有很多台灣的旅生 但有一些可能已經是藝人了 然後也有很多信任 可能我們之前做很多的選找 沒有太針對性台灣的地區的一些信任 然後我們看到了這個之後 然後我們發現 欸!台灣是不是其實也有很多 有錢力的信任 然後我們也想試一下 可不可以先透露有什麼女藝人 這個是可以講的 就比如說那個C10 她也在澳門 可是她的年齡 她年齡就在那個 也不一定 人家也挺年輕的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女生 你哪怕是在一個仇隊裡面 你可能當然是漂亮 這個是挺重要的 你不可能最後演員 那個主演是講得不好看 然後 因為肯定是 你一個仇隊裡面 肯定是各色各樣的 不同的 比如說那個性格啊 或者是那個長相啊 那所以其實 沒有太大的 太主要的一個標準 就是說 就一定要長成那樣漂亮的 我們才會選 因為我們角色太多了 你比如說像 C10我們也覺得挺可愛的 她也挺好看的 她正好在那個時候 她跟我們聯繫的時候 她是正好在內地 也是參加一個功夫相關的 一個中藝 那踢足球有加分嗎 會 這個絕對會 會功夫 會運動 是加分 また會 Krank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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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